最新消息 2024年太阳活动周期已经进入了丰年阶段 那么太阳活动对人类 地球气候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 都有哪些影响呢 根据国家空间天气预警中心最新的一个研判 目前的太阳表面的黑子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当前太阳正处于第25太阳活动周期 2024年3月 太阳黑子数的月平均值为104.9 根据中国信号局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的最新研判 本轮太阳活动周的峰值 预计在2024到2025年到来 目前正处于峰值的附近 太阳表面上的黑子数逐渐增多 因此太阳活动较为频发 先给大家用几句话 简单介绍一下太阳的活动周期 太阳活动周期大约是每11年这么一个轮回 有高峰有低谷 高峰时候能观察到太阳表面的黑子数量变多 这些黑子就类似于地球的火山爆发 黑子增多就像是太阳的压力太大了 要到处向外喷火 不断地从太阳内部向外释放能量 随之释放出宇宙射线 高峰粒子以及电磁辐射 这些都会变强 太阳对地球的影响有多大 不仅古人在探索 现在的科学也在努力地摸清其中的脉络 这几天的地震频发 那么太阳活动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联 会不会升高地震频率和能量等级呢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 科学家发现 强震通常是群发生的 一般不会是单个随即发生 2020年的7月13号 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份研究报告上面说 太阳上面的强烈喷发 可能会引发地球上的大规模的地震事件 理由是太阳日缅物质抛射导致高能粒子 高速轰击地球 而其中带正电的离子 可能就是引发强症群的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叫做反向电压效应 当来自带太阳的正电的质子 连续撞击地球磁场的时候 它们会产生一个全球性的不稳定的电流 这几个电流呢 有机会在局部产生顺时的高压脉冲 破坏力巨大 如果这个地区刚好有地震的断裂带 脉冲又刚好使地壳中的石英变形了 破坏了地下的一个力学平衡结构 那么大概率就会引发一次较大的地震 但是这种机制它存在先决条件 你得在地震带上产生脉冲 所以它并不是说太阳进入峰值了 那就一定要地震 只是诱发概率大了几分 对于这个说法 另一群科学家他也做了一个统计去验证这个事 他们发现地球上大于7.0的大地震 和太阳黑子的数量确实存在关联 太阳黑子越多 大地震的数量也越多 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地震前 太阳风活动就出现了异常增强 2011年的3月11号 辅到9.0地震海啸前 太阳黑子数量也有明显增加 并且就发生在地震前的几天 2022年的9月5号 太阳爆发了一次强烈的太阳风暴 9月11号巴不仅那样 就发生了7.6级的一次地震 还有就是今年3月25号前后 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太阳风暴 到昨天连10天都没有 就发生了一个7.3级的 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明 所有研究太阳周期和地震的科学家 他们都表示 这种相关性并不是说太阳活动 直接就能导致地震 因为地震的这个事情 本质上它是地球内部的事 外部的因素全叫右因 它不是主因 或许没有这个太阳活动 这个事也会在年底或者其他时候爆发 只不过有了这个太阳活动这个右因 它就提前和太阳风暴同时发生了 说到底 太阳活动叫右因不是主因 OK 关于太阳活动和地震就说到这 下个视频咱们接着聊聊 太阳活动和异常天气 以及为什么太阳活动处于峰值的时候 自杀人数也会增加的一个关联 太阳活动和异常天气